字幕志愿者 各位队友大家好 我是Scott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 未来三种的新保采贽布宾 這樣 所以他把他分層掌聲上去他的層次 就是我們寶寶有用的用詞 他就會是像這樣的感覺 那我們的嬰兒室呢 他其實都是比較會像這樣子摸的形狀 那我們的每一個寶寶頭上也都有一個 在存他自己的視訊鏡頭 這個鏡頭呢就是我們房間的電視 或到時候錄住我們有一台iPad 或說像寶寶的手機可以下載一個App 他都可以直接看得到寶寶的視訊 哇你看他們最小的房間就已經是 我們之前看過那種比較高級的房型了 人家的特大就是VIP房 這一間他是最小的喔 你知道幾瓶嗎 14瓶 超扯的 好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個是經典房型 我覺得他們最好的地方就是 因為他們微波爐電鍋 都是放在房間裡面的 我一般看到 我們前幾家看到都是在外面 對 然後而且他們也有房間內自己的飲用水 對 飲用水這個真的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兩個超愛喝水 對 就是有飲用水 然後也可以直接喝熱水 這個很少 就比較少 對 很多都是要到公共場合 不然就是VIP房型才會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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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空間就是非常大 而且還有一個小客廳 小客廳 這也是我們 超大電視 第一次看到有陽台的房型 對 然後這裡一樣會有 就是媽媽需要 這邊好像也幾乎都會有 就是 奶瓶 需要用奶瓶的 然後温暖器啊等等的 哇 你家他們有 他有兩張桌子耶 月樓梳裝盤 欸 有點誇張喔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大 你要用電腦啊 或是還可以坐來探索方式吧 都很讚 他們的浴室呢 也是乾濕分離的 也非常的大 就是 這邊也有棉紙的阿童喔 然後這邊是淋浴間 淋浴間 我看好像幾乎都是 只要是月子中心 都一定會有座椅 然後的 泡腳的 泡腳的 這很重要 已經算是基本必備了 對 但是它的空間真的很大 對 它的好處就是非常的大 大家的背屏也都很齊全 然後這個也有泡腳的 可以泡腳的 嗯 藥廠包 哇 等一下 等一下 發生什麼事了 這個陽台比我們家還大 這個 這個陽台比我們家主臥板還大 對 真的耶 有點太大了 每一間都這麼大嗎 今年房的陽台都是像這 哇 那再來隔壁這間大號 就是我們 第二小的尊爵房型啊 餐點的部分就是放在這邊 自己拿進去 這是第二小 尊爵房型 這間是多大 這間是十七坪的 十七坪 十七坪 你看這個沙發這麼大 欸 不是我 我超愛這個 整邊落地的嗎 這個採光超棒的 好 它這個沙發就大 就是L型的大沙發 對啊 還可以看到這個開電視耶 然後這邊它其實這個房型 它主要就是它把客廳怎麼獨立開來 所以它是一房一廳的設計 就是讓爸爸媽媽就算可能 爸爸下班回來要忙辦公 也不會打擾到咪咪的消息 所以它設備其實跟剛剛提前是一樣的 就是它在說 它把它客廳獨立開來 嗯 然後米房真的也會是像這樣的感覺 哇 很大耶 它面上的窗是面上的大門 對極深的路 所以這邊的視野採光 都會再更好一點 欸 這面就是不能出去 對 它是不能出去的 你要看一下它的意識 你也喜歡 來 來吧 蛤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 它是要洗澡 這裡洗澡 是要洗給別人看的 哈哈 它可以關起來啦 它可以關起來 哇 但是這個view很棒 對啊 很讚耶 好棒喔 你可以坐在這邊泡腳啊 對 然後就是直接 針對下面的市景 哇哦 這邊風景非常好 而且它浴室超大 你可以轉圈 超級無敵大 然後也都有屏幕 也有有清晰發熱 非常非常非常大 然後它的梳妝坎是坐在浴室裡面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超大的衣櫃 對 那一把我們說行李賞都可以 哇 這是要住一年的嗎 我覺得妳這樣很像在走秀 穿過了三道門 兩道門 你會太長了 對 但我現在其實有點困擾 為什麼 我想說這個都那麼大了 我們到底還要看什麼 哈哈 你在看你就只會覺得 心酸 哈哈 這一針的話會是我的第二大豪華房型 豪華房 這才第二大 我們的地方就是他特地的高高 Oh my god 這座豪宅耶 太誇張了吧 這座豪宅耶 你們有看到嗎 這個挑高有多高 對 很厚 很厚 它這邊是高樓層的房型 所以呢 這邊出去就很像要 淡水河跟觀音山 哇 屁股很好 超棒的 它的浴室一樣是剛才那樣子的設計 就是你有一個 對外上 開放式的 非常大 嗯 這間主要的差別就是外面它的客廳 大很多然後還有調高 那裡面浴室跟 臥房的部分就跟上一間差不多 那個調高真的是豪宅感完全 奢華度加500 這個是什麼 美腿肌 你有用過嗎 沒有 你會用嗎 我只能秤的來這裡的這個 它是可以幹嘛的 就是按摩啊 按摩腳 按摩小腿 OK 這個房型呢 有三個主要的不一樣 除了這個調高之外 它還有一個美腿肌 然後呢有空碗肌 跟一個洗脫風的洗衣肌 剛剛我們看的這個是19坪的 OK 現在就要到最高級的 今天叫什麼 24坪 講VIP房 VIP房 那一進來有個玄關 就是你不會馬上 就看到裡面 那一樣這些都是基本配備 這些已經對我來說不新奇了 什麼烘滿肌 OK啊 我客廳 然後外面還有養殼 就是可以走出去的養殼 蛤 什麼 我剛才聽到什麼 不是 就是一間爸爸的房間 爸爸的房間 所以這是我自己 睡的地方 對 就是如果說一爸爸作息 跟媽媽比較不一樣 他打擾幫媽媽媽休息 就有多一個房間 或是說有大寶的爸爸媽媽 就是大寶在多一個空間可以使用 所以他又再多了一個房間 那他除了多一個房間以外 他還多了一個衛浴 所以他是雙房雙衛浴的設計 哇喔 多了一個衛浴 喔喔 這就是比較小的衛浴 對 算客用衛浴 那你如果住這個房間 你就可以跟我分開睡了 這個房間是意圖使人 分那個禮儀是不是 呵呵呵 這邊是瑪子的房間 哇喔 哇喔 它一樣是畫面好好view 這邊就是主臥的衛浴 那這個衛浴 就跟我們剛才前幾天看到的一樣 對外對不對 對外的 對外的 這間完全就是一個家 它還有兩吧 太誇張了 兩位 那這邊就是他們的 會客室 會客室好大喔 你要來上瑜伽了 他們的教室也很大耶 這件我們目前應該是用不到啦 這是給大寶用的 好貼心喔 這件就是有一種土豪的大氣 對對對 我們住不起豪宅 因為你來這裡體驗一樣 豪宅體驗 真的每一間都比我們家大 是怎樣 到底是怎樣 它的護銀比是1.5 而且它這邊的小兒科尋診是一週三次 婦產科一週兩次 小兒科尋診是我目前看過最多次 一般大家都玩過兩次 唯一的缺點就是距離我們家比較遠一點 該面對的還是要面對 這裡的價位大公開 這邊呢 它的坪數都比我們之前看過 所有的月子東西還要大 所以價錢呢 當然也是比較貴一點啦 最便宜的 十四坪的經典房 一天是一萬三千塊 哇喔 但是呢 它是買兩天送一天 所以其實 也是一個土豪送法 所以買兩天送一天的概念就是 就是打六六折 對 你只要定二十天 你總天數就是三十天這樣 對 所以你其實就是六六折的意思嘛 買二送一嘛 所以你其實一萬三的六六折 這一點 六六 八千五 一天八千五 欸那就 其實跟我們其他看呢 就差不多 這個坪數 這個價錢 我們來看最貴的好了 二十四坪的 就是兩萬二 兩萬二 一萬四千五百二十 一天 大約啦 六六是我們大約抓的 那只要有欠約就有送 它有含扯尾 這邊的月子餐呢 是跟外面的月子餐合作的 一家是牙鍋 一家是月好 就是兩家可以選擇 那一樣是可以 吃膩了 想換一家就可以再換這樣子 對 所以說現在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有中用廚房比較容易 是從外面訂過來比較好 我覺得如果說你從外面訂過來 然後是有很好的保溫系統的話 就OK 因為我在網路上有看到 有人吃月子餐送來 然後還要自己微博 所以我覺得有點 這有點誇張 太麻煩了 對 對 我覺得感覺 感受沒有那麼好 對 就是還要再經過一次微波 就 對 就有點麻煩 八千塊 住個二三十天 也是要二三十萬耶 對啊 對啊 有沒有覺得 怎麼生一個小孩要花那麼多錢 小孩都還沒生出來 所以我就說生雙雙雙還比較好 你就做一次月子兩個人 對啊 我是想生啊 我生不出來 生不出來 我們可能還是要再考慮一下 因為這個價錢真的對我來說 有點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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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